有什麼的6月份呢 或者我可以開火 安心點再開多幾個月的 一些心水辦法去推介的 其實我覺得如果是開比較穩固的大股的 其實好像比如說388或者是3968 這些其實我覺得這些穩固的物體 其實它既有指浪高低位 你說如果我後低一點去吸納的 或者我繼續保持一段時間 我覺得其實相對比較穩宜 比如說好像招商銀行那樣 最近中國的經濟應該是最差段的時間 就開始慢慢應該可以舒緩過來 一來封城也都去到尾聲 最近天佑祖閣各大的主力城市 似乎沒有什麼大疫情的個別城市爆發 針對剛剛過去的上海的疫情 而迫到國家是必須要出手 是相對比較大力地放水或者是諸多的政策 其實放寬來說 overall來講對銀行股也相對來說是比較有利的 所以就是說招行其實就是說由70元 跌到40元的價位 是日價35%至日價甚至最極端化日價一倍不得的 但是經過了四四五入近乎是一半的情況之下 那個估值日價又難得地打平了 就變了沒有什麼估值日價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所謂的機會 換財長那些東西其實就是銀行財長那樣東西 大家看到近來都消化了 都開始當沒有事沒有幹那樣 所以正常來說應該再整頓多段時間 就可以比較是溫和地向上慢慢去升 所以這個是招行相對來說 是股值日價是消失了的 相對來說是對投資者比較大的優勢 而388都是一個進可攻退可守 因為很多人現在就是執著著眼點 就只是一個point而已 就是講一個成交額是收縮的 ok 但是其實做股票這麼多年的人 他就會明白其實港交所的成交金額 就好像打比喻人家三個演義說 就是天下大勢分久必合 合久必分 其實港交所跟這個比喻是一樣的 他就是說那個套利就是成交額 就縮久必抗 抗久必縮 這個倒閉著 就是因為他成交額是縮了一輪之後 其實他一定是 其實恆子母或者大股或者榮世都是立落的 他總會就是說最後無論向下大力突破 或者向上大力突破都好 都會換來成交金額大幅增加的 所以就是說當成交額是立一輪的時候 如果你就是按著一個平水的線性推論 就是說成交金額現在很低啊 永世都是這樣的 這個我不買了 其實很多時候你就是做了錯誤的決定了 而相反來說其實以下這個就是這麼多人做錯的決定 就是什麼呢 當見到港交所氣勢而紅 而成交每天二、三千億的時候 又在那裡往長這個永生永世 因為香港最有新時代的了 永遠的成交金額都會是二次在樓上進發的了 這樣也是犯了所謂呢 好像買股票呢 見低看低 見高看高呢 其實股票不應該這樣養得來呢 其實港交所的成交金額論呢 也都不應該這樣看的 這個OK 而且大家都印證到了 其實近幾天的指數 已經是升到近一天最高的水平 好像昨天這樣而已 這個成交額都放大了 或者最近有時MSCI換股 都可以到二千多的成交了 所以就是說成交金額就不要太過在 不但不要太過看死它 而且就是說 倒轉是應該在成交金額立的時候 你感覺到市場轉好回聯的跡象 這個成交金額還沒有大型反應之前 其實就應該倒轉買港交所 買完之後國會成交金額向上突破了 這個OK 最後就是說在這個價格的 仔細的浪型裡面 我會覺得港交上也不會一帆風上升上去的 那可能再升多一帳之後 它都會有紫浪的回吐 因為它都會跟著恨子的 沒良恨子 譬如 Let's say Dutchwood 升完會有紫浪 它有下回800點、1000點的 我又不信交交所不會的 這個 它怎麼都會回一點點的 所以變成就是說 如果你現在沒有過的 可能你遲多幾天 再升多一帳 那你追不到了 追不到了就追不到了 不重要的 這個你就等它回吐 那一個回吐的紫浪對於港交所這麼大的 capital size的股份 其實是回20元 我不信它沒有可能 我不信它回不了20元 人家說衰些說一句 500多元 現在回一下 回一下 回一下 回了200元 這個紫浪的角度回20元 我不信它回不了 那你可以等一個適當的回吐 再吸納 這樣會舒服一點點 隨便開始回到 一旦 逛廢 回到 回到 有 回到 回到 感谢观看